大阪手牽手低头弯着腰表示感谢 为了发扬与维系都会区太鲁阁族人的传统文化 10月31号举行桃源太鲁阁感恩记活动 年轻学子也曾与其中表演舞蹈 因为我们想要借这个机会发扬我们的文化 让大家看到我们的文化 加入我们的年轻人都可以一起 跟我们一起跳舞 然后传承这个文化 失败狼烟 迎铃以及祈福 一群传统就是要让下一代 虽然从小在都会区长大的孩子 不要忘记自己的文化 重点就是凡事要感恩 今年的活动非常特别的有意义 我们让我们的下一代 我们的孩子在都会区读书的青少年 能够亲身的体验来体会 我们感恩记 这种传统祭典的 这个整个流程跟仪式 我们在都会区 我们的舞蹈都比较没有部落那么的精湛 但是我希望说部落的人看到我们在都会区的舞蹈 也能够共襄升级来倾囊一下 桃圆市原住民太鲁阁文化协计会理事长表示 不只是文化的传承 他期许都会区族人要亲身参与文化和祭典 因为马格巴尼也是凝聚族人最重要的核心之一 记者是顾达久鲁鲁 桃圆中立采访报道